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甘德文創的俊成 那這是我們第一次要跟大家來分享 要做好吃的菜 流淚辣醬超手 那當然要準備的第一個材料 就是餛飩 也就是超手 除了超手以外呢 就是要準備流淚辣醬 然後今天也會用到一點青蔥 在開始做這道菜的時候 我們要先把這個鍋子裡面的水 先把它加熱 同時在加熱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先來準備一下青蔥 喜歡吃蒜頭也可以準備一點蒜末 那這時候呢 我們要來調一下我們的醬料 那首先就是準備 牛淚辣醬 乳瓜 大米 如果喜歡吃辣一點 味道重一點的 多加一點 醬油 醬油 蠔油 一匙的烏醋 香油 一點砂糖 把它攪拌均勻 這樣醬料就準備好了 好 水滾之後呢 把超手放進去 好 那我們超手已經熟了 那我們就把它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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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末 蒜末 油淚辣醬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喜歡